喂 徐少驊 律政司說這個奪字很暴力 那我們奪加上命 不就更暴力 隨時可以抓 但說暴力 你夠這個政府暴力? 白碎人的血汗金錢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知奪去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 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哪個命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 奪命鬧鬆 衝奪香港 好了 終於今晚Full Team上陣了 很多晚沒有Full Team呢? 要叫了多少瓶紅酒來才找到兩個人 我不知道有紅酒 紅酒主要是serve 我們Full Team不是說你們兩個 而是說現場嘉賓 現場觀眾 我們起碼今晚有十幾十人坐在原牆裡 好像第一次那麼多 第一次那麼多人 糟了 今晚我醉了怎麼辦 你不會醉了 有人送你回家 你醉了的話我跟你去賞花 賞花 賞花 不要教了 有個地方是賞菊花 你以為這樣很Romantic嗎 賞菊花當然是不Romantic 不是啊 跟你才麻煩 那又不是啊 你看一下湯家驊和張曉明的照片 是 我初初以為是在同志網站製作出來 你想想後面的花這麼燦爛 這樣拆開 然後兩個都笑了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好像湯家驊自己在Instagram或Facebook放出來 他自己放出來 他自己的文字都曖昧 充滿著浪漫、戲劇性 他的英文人對於這些形容比較差 我們就會說植教生死相許 你這些古文修養好 我只是看金融而已 但是上一句好像是 民世間情是何物 所以收起他 我覺得很簡單 我會用人民日報的頭條 叫做康家驊虎身獻菊花 這麼鬼妾 劉世良 金融虎身獻菊花 是一個人民日報的頭條 我今天突然想到 但是你那個是櫻花 你怎麽學到菊花 這個要作動 櫻花和菊花是否同時可以存在的 在環境裏 我不懂的 我想櫻花就代表浪漫 菊花就代表實際 菊花是用來拜山庸 你不是真的不明白嗎 我當然知道 你不知道我今天就是想起一件事 我爸爸沒有讀書 小孩還沒畢業 他只是做了兩件事 對我教誨 或者他幫我做了 就是送他去讀喇沙 第二件事就是 經常提醒我不要賭錢 和不要吸毒 但是我猜 我不是絕對對同志不敬 我猜如果他知道那時候 有 喇沙是男校呢 同性戀的話 他一定會提醒你第三件事 就是不要玩菊花 但是送你去喇沙 是什麽原因呢 又什麽解救呢 即是不想你這麽早拍拖 知道你一個人 不是 他早熟 那些叔叔當年知道這些名校 所以就隨便送他的兒子進去 好像慢慢地 幾個水 送給人的 湯家華之特別呢 我覺得是 真是浪漫 你明白嗎 那種暗通曲款 但是又在面前扮不出櫃 那種感覺 有些收匿的感覺 是的 即是 即是出一下又不出 出一下又不出 那種 我不是說那樣 是現在 很多長官中的大哥 你嚇得我 我以為是什麽 濕之蛙 是的 將我的節目變成濕之蛙 我們請濕之蛙支持 兩條大男人 加上一百多歲 大哥用這樣的文字 浪漫的戲劇 聖地相遇 即是他用慣英文的人 你說Romantic 如果真的用英語對話 都可以的 你倆是政治人 怎會用Romantic 我想問 那也是 很簡單 陶均衡 就約了馬草黎出來談判 然後陶均衡就說 我們在這個很Romantic 很戲劇性地 在菊花樹下相會 你猜人家想起什麽 他和馬草黎解決了 他的姻緣 舉例而已 就約黃毓民 不是我的說法 就是我和馬草黎是競爭的 看看大家各有長短 不是那樣 你們還想說這些 這麼緊張 這些事情 就是 一說起 你一說到菊花 我也是你了 大哥 我懷疑他是過分孔童症 對 對 我們這些比較坦然 好像張曉明 喝大兩杯 坦然面對 不要喝酒 以後不要喝酒 我以為你倒過來一點 大哥 一張嘻嘻的照片 我覺得 我記得上一次 給人這種感覺 就是長毛和曾玉成去旅行 ViuTV那次 記得 很多人看 那一集 但是沒有嘻嘻 那一集 我覺得這個 gimmick挺好的 就是帶著矛盾去旅行 帶著矛盾去旅行 他們兩個很明顯 在議會那裡 經常被長毛被人趕走 曾玉成 但是你要記住 男士聲聲相識 真的要很小心 那一集他就是聲聲相識 是的 你看一下 譬如吳宇森的勒手神探 李修賢和周潤發 就是聲聲相識 周潤發坐在椅子上 幻想李修賢是怎樣 我當時是年輕人看 我覺得肌味也很重 是嗎 是的 這些男和男之間政客的交往 糟糕 很多男在這樣的環境裡 真的和我聲相識 糟糕 是不是很多 不過我們是 你不會抱著王浩銘 我們是大家同一個性傾向 所以不是那種同 而是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容易追到女生上手 這個我覺得不用解釋 明白嗎 很恐童 很恐童 還要這樣解釋幾句 不是的 我怕你們有誤會 這個叫做櫻花樹下 在北京的玉潭淵公園上櫻 所以大家曖曖妹妹不想出櫃 另一邊商 就同一個星期 在民主黨黨慶 話說當日你在場 是的 真是糟糕 你就是不來主持這個節目 就去了 原來是不是李華明 給了公關費 你出席的活動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其實我是不記得的 星期一晚上 阿達才發了個訊息 提醒我 所以我中午就發了個訊息 那你見不見到林鄭 其實我見不見的 你見不見嗎 他那時候入場的時候 是很適合的 你當然是坐頭圍很遠 很遠 我32位 大哥 那就是半途那位 周樂軒和你一起 如果我去也是坐那位 你可能坐我近的 那位是半途 我本來想叫你 有兩個位 不如我們在現場做 不如這樣 都可以 馬上舉個米 不過那裡很吵 第一 我聽不到 我們應該說出征 對 你應該出征 你應該出征 小心 越搞越鹹 人家以為真的變得濕 我講一些正經事 又打斷 那個征 不是那個征 我知道 雙企 繼續 繼續 我在現場 我閃過一刻 我真的閃過 他這樣進來 我是不是應該走過去 他 在別人的黨慶 就不太正確 正確 因為上一次我在社民連主場 喝大兩杯已經出事了 我知道 就叫歐樂軒唱成幫會戰勝歸來 No 搞到他被人DQ 我上台後就是 民主黨買香港 不知為何這麼說 不記得了 即是前一後果忘記了 接著全場跟我捱 社民連的萬宴 好像民主黨又買桌子 民主黨有很多人在前面 接著有些人說 你是不是沿途了 我好像有些印象 這些音樂 難怪我坐32 之後有新聞 他不知在說什麼 在跟我說笑 是在玩的 我便在玩 誰知道原來他們這麼認真 難怪你坐32 唯一死 還請你算好了 所以經過這次教訓 別人的主場我當然不搞 我半個主場社民連 我都已經出事了 據你現場觀察 你覺得林鄭娟錢 好像她今天解釋那樣 是偶然 偶然 人性化的安排 還是李華明幕後的公關安排 我覺得隨意 27萬 看看沒有人可以捐多 三萬劇場說 剛剛事實上 27萬有人說 就說不如齊頭 老實說 我們認識民主黨的人這麼久 他哪有這麼厲害 這麼好部署 民主黨的領導層 當然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們都離開了 問題是 他公關關 你想想以前有盧子健 專門收外面的單 民主黨是他去做 客人是他代 現在交託給李華明 我的意思是 我揣測 這是陰謀 純粹是 純粹是亂說製造民主黨分化的 我現在 就是說李華明會不會收到 有人所託 就是 製造大和解 專門要做一場戲出來 製造大和解 當然我不相信特首辦的人 聽Instagram的助理 會亂寫大和解 這個我的理解是絕對不可能的 無論二十七萬也好 三十萬也好 三十三萬也好 都會說 我現在出來唱 邵鴻風雲 有沒有人多捐三萬 其實他自事前 你想說 以我的理解 李華明雞 加上林鄭 然後他立刻舉手 難道你叫人家不好嗎 你想說 你實在是說 捐三萬 我當然會殺 我怎知道原來你是陰謀 原來你是幫曾任權 即是說 他的意思是 站在民主黨的角度來看 他出三萬的時候 他那一刻也不知如何反應 首先覺得有問題也好 那一刻已經過了洞 你不能停止他嗎 雖然我上星期五 有一個評論 除非你好像我們寫文連路姓 三私十三個國家特首 我們是不請的 應該是這樣 你能請別人來 我聽到 最初就說去酒會 但林鄭主動說 我想吃飯 難道你推人嗎 很難推的 那你也不懂 然後他來到 他再說 頭三萬 很順理成章 這個故事 這個說法我也聽過 而且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你看到留在這裡吃飯 只有林鄭一個 所有官員都只是出席酒會 即是說 起初原本的安排 應該只不過是出席酒會 沒錯 但是呢 如果林鄭這樣 要求在這裡吃飯 那一刻 到底民主黨應該怎麼回應呢 我自己仍然覺得 當然不行 你現在時候很明容易說 我當然是說 不用派給我三萬 你派錢給香港人 那我當然有FARE 這三萬 你捐給誰組織 轉給子藤 事實上我們經常說 你是政治公關高手 低手 一張照片 同台吃飯 一張照片本身的Visual impact 是很大的 第一 你不會將自己陷入一個 你控制不到的處境 現在正是這樣的 林鄭一坐下來之後 就有些你控制不到的場景出現了 除非你很勇敢 徐少華 他說娟 不行 不用了 不行 我也明白 但你開始的時候 是很開始 從你請他來 走會那一刻 其實你的路線已經定了 世良最喜歡教我這件事 你定了路線 那些東西順理成章 三萬又不是三百萬 這個就跟所有那些 三百萬好一點 三十萬都好一點 我們三個每個人一萬都買起民主黨 就出事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就是跟教練性侵運動員一樣 最初幫你按摩 最初幫你按摩 然後就幫你掀高一點 你看到AV多 最後來你連精粗都沒有 現在就是這樣 三皮東西買了你的政治精粗 不如這樣 你說這個不是計劃 我就不相信 不如這樣 我們城寨救回他 怎樣 集三萬元就退回給誰 我覺得不是 而是城寨救回民主黨 就是什麼 城寨民主黨把三萬元捐給我們 現在可以按錢 立刻按摩訊 這樣就害死了我們 不要緊 我們百毒不侵 擺明是沒有水的 是不是 如果你說明聽話 我立刻調轉幫你鬥 如果你捐三萬元給我 你還明 可能因為這個公關租 多三百個吧 沒錯 所以我就說這些特首去出席這些社家 不是社家活動 不是社家活動 是政治活動 一定事先每個禮拜 就會高呼一個記憶 高呼一個記憶的時候 新聞統籌專員 新聞處長 特首辦助理 就會說一次去多久 然後去多久 有沒有剪刀 有沒有咪刀 即是有沒有見記者 現場有哪些人去 據我所知 我不知道 我想問一下民主黨 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叫走了胡蘇 我不知道 據我所聽到的 胡蘇應該會出席 是嗎 當日 OK 但是當林鄭決定去吃飯的時候 就全場 我不知道 你見不到胡蘇在那裡嗎 見不到 應該是胡蘇沒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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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就是 你想想 如果剛剛整個場景是調轉 是胡蘇坐在那裡吃飯 胡蘇捐三匹野 贏了 贏了 大哥 如果我做PR 不是啊 胡蘇厲害 我四萬這樣 或者胡蘇想去唱 我唱完給三十萬民主黨 那他又沒有那麼闊路 所以我就說 這些東西 一定是充滿政治的計算 好像今天林鄭所說的 因為人性化處理 我是不相信的 特首的社交政治活動 是沒有人性化這個問題在裡面的 他出席不出席 等於當年梁振英 是我所理解 是答應了出席的張炳良 都要讓他直接打個電話去抬頭 不准出席 是這樣的 所以哪裡有人性化呢 我也同意 這是一個完全是安排而計算的 在政府那邊 我同意的 因為她沒有東西輸的 她沒有東西輸 七七七沒有東西輸 而且林鄭呢 你看到她的其中一個主力策略 就是要籠絡民主黨 這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策略 也是要向習總交功課的 沒錯 一開始她就玩大和解 所以這次呢 她根本就是在玩大和解 那三萬元就在玩爆 我也說了 立刻作首詩 叫做張曉明 玉譚淵 櫻花樹下 琴湯家驊 林鄭月娥 還沒聽完 林鄭月娥 民主黨黨慶 硬入 你說是不是強勁來 不過民主黨很後悔的 你知道嗎 第二天 有一個消息就是 因為我收到民陣的群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都入了民陣群組 她去總幹事辭職 但她沒有公開 她去總幹事說 我要退出這個群組 因為我剛剛去到民主黨總幹事的職位 遲了沒有 遲了 什麼名字 忘了叫什麼名字 我都不認識那些人 另外很簡單 我告訴你 這個可以是偶然事件 好了 到尹兆堅的地區辦事處開幕 張建宗到河 這個是不是偶然事件 這個絕對不是 所以我就說 這條是整條政治路線 你不要不承認特區政府 就是要混民主黨 是 整條路線 就是要混民主黨 叫做 叫做 Christopher Cho 本人於今天 3月21日 星期二晚宴 星期三 正式辭任民主黨總幹事一職 感激每一位民主路上的夥伴 大家江湖再見 下面就退出了 我又不是很想重棍偶 可能人家一早已經辭職 偶到民主黨那裡 但我還是想回到之前的問題 為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 我又不同意 剛才土所說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預見的 就是說 民主黨如果是 聰明一點 我不是說 你現在 跟777 大家之間有什麼緊密的合作 是一件不對的事 我不是這麼說 但是 在公眾觀感那裡的管理 我覺得 應該是可以好一點的 你一個 已經這麼多年知的政黨 怎麼會不知道 不懂得判斷 在今時今日這個氣候 你跟777 什麼 你錯了 暗通曲款 你錯了 暗通曲款 這件事應該是地下情 你錯了 你以為民主黨搞政治很專業嗎 你兩個專家 我不覺得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不會走 沒錯 又是你走了之後才會 他經常怎麼想 例如說當年政改方案 為什麼他會接受你老闆 蔡英全的方案 就是 他其實是希望 不是想著那個方案 能夠帶向香港的民主 而是 希望能夠有 建立和老共的溝通渠道 嗯 不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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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就是 你不可以 在違反的原則之下 去做這件事 對 你也不可以 在未有終極普選的 承諾的情況之下 做這件事 他愚蠢就愚蠢在這裡 我剛才說 暗通曲款 最重要的 暗通款曲 不是款 不是三萬元的款 是一個暗字 只可以暗中 不可以暗中 不可以暗中 所以說政治的事情 你被人看著 怎麼說呢 說就說初戀 第一次相見 偶然相見 大家互生情數 誰知道一埋牙就脫了衣服 這個就是大家 還有第二個計算 除了他希望 建立和爺爺的溝通渠道之外 第二件事 他就是覺得 我要取得中間的選物 這個可以討論 為什麼呢 他那群所謂的專家 其實真的是一些很保守的人 在美國做了共和黨 在英國做了保守黨的人 他們經常都會在他耳邊 就不斷嗡嗡叫 就告訴他 如果你是民主黨主席 唉 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要太盡 我們中產不喜歡這樣 是不是 所以他很多時候 就想 籠絡這一班 所謂 不是很心黃的人 是 其實他從來 在他的計算裏 心黃已經不是他的市場 尤其是你被社民連 人民力量 甚至乎葉普臣那些 搞了之後 其實他是不斷想拘捕那些錢男過來 拘捕那些錢王過去身邊 所以他是出事的 這是他的政治路線 這個我反而覺得 真的值得討論 所以我不是說是公關嗎 是一個判斷問題 不是偶然 不是蝦子 我就算覺得 在策略上 阿土你剛才所說的話 其實 你觀察政治的人都知道 有所謂的不同的光譜 所謂的溫和民主派 你的票員主力在那裡 沒錯 所以 即使是這樣 我也是認為 是可以討論 不過我仍然覺得 這是判斷問題 就是說什麼呢 在今次這件事件當中 我仍然說 你是判斷錯誤 因為公眾觀感 我認為 連溫和民主派都覺得不好 不接受 因為我在現場 大家聽不到 因為我生日以為很後 你當然是說還要吃的 吃什麼 而且我有時候要出去吃口煙 所以我很多時候還未被聽 難道有刺食嗎 是32位 那些事件很差 美點雙輝 跟那些倫敦大酒來差不多 對不起 我不是這麼差 你選個字頭給你 這麼多年 在別人那裡 對 我一年去兩次 下次放毒 在這樣的環境裡 大家喝大兩杯的時候 很興奮 在嘻嘻嘻的環境裡 很難找一個人很頭腦清醒 不行 收這筆錢不行 這個角色就是 司徒華會有這個角色 司徒華我還算 這個就是我覺得 香港政黨業餘的問題 什麼時候都應該要有一個人 有清晰頭腦的人 在現場做這個角色 而且很簡單 不是吃東西的那個人 你知道林鄭妮 你是不是會打電話問清楚她 你們要留多久 會不會打電話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大家應該是摸底 我不是覺得她們不專業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有意嗎? 我覺得她們有個心態 因為梁振英圍堵了她這麼多年 突然間很開心 五年 就是說等於一位男士做了毒男 例如男士 知道明白 讀了這麼多年 任何一個女士走過去 任何一個 包括暑黃君 都會出事 你好聰明 你原來有很多桃花 我沒有你這麼多 我櫻花多 不是她很出名的 這件事 周圍兵長 我還沒認識她之前 你聽到她做笑話 這些不可以台詞說的 說回這個圍堵政策的後果 這個是圍堵政策的後遺症 當整個建制圍堵她 圍堵到一個地步 當她一把圍堵開個洞給她的時候 很興奮 有這種接近權力的亢奮 我見到我沒有去現場 我只見到張文光接待林鄭的一夜 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那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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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點 這些照片 這些視訊是危險的 不過那晚這樣 雖然我跟張文光以前很多過節 我差不多試試在六四現場 晚會跟她打架 是嗎 是啊 那你一定會打贏她 那些人攔著我 那你也是等人攔著 因為她那時候很過份 她說這個是我支聯會的主場 你可不可以關小聲的麥克風 還有你不要頂著我 我說大哥 六四晚會是你的 因為是籌款的問題 是啊 我不是幫我自己 而是我幫其他人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支聯會幫忙 我說大哥 六四晚會不是你的 你整個人去晚餐很久 契弟 那些事情 所以不算你打架 但是呢 張文光那一晚 我看到她喝得很醉 那種感覺 是 因為他看到我也是廣孟聯 都醒醒廣孟聯 還是 又是殺熟狗頭 所以你看到我也是殺熟狗頭 何況看到林鄭 大家都很放鬆 是啊 我覺得她有一點點的故事 為什麼呢 如果你叫她再做一次 她一定要 那三萬元 知道這麼嚴重 我相信民主 我反而相信民主黨是 打架的 至於李華明是否收了公關錢 我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 政府這次肯定是有意為之 將這個 搬上台前 北京那場玉譚冤賞英 跟民主黨黨是同一場戲 根本是 就是後面習近平的路線 就是要打港獨的話 就要把統派拉過來 Exactly 重要的是 就要把譚耀宗亂說 那段說話 把它否定 玉譚淵公園談話 最重要的message 其實不是嘻嘻 而是譚耀宗不代表共產黨 這個不是中國官方的立場 亂說 當日我記得我上星期二說的 不是 那個客觀效果就是 你不在 我在 當日我說 譚耀宗這個說法 中共官方不否定的話 這個是推翻了 1997年以來 民主黨和北京 支聯會和北京之間的共識 但是他這次 已經製造了客觀效果 令到你們惹惹自危 即是他找一個賊人來試沙煲 一試就成功了 你想想 連泛民開記的招待會 老實說你問我 我就覺得無謂的 在無緣的記者會裏面 不是 就是 難道我每一次 我來做老可鬧鬆之前 叫他結束黨專政 又叫黨專政 案X 吃飯之前又叫嗎 就是 上一集說 連一站也要叫他 不只是譚耀宗 這次是雙譚 兩塊譚 一個譚耀宗 一個譚耀宗 一個譚智元 所以加起來之後 然後還有喬曉陽和文匯報 是的 喬曉陽和文匯報 好像環時都出來了 我就認為這個也不是偶然的 又是一個串通出來 一口砂糖一口糞便 你所說的 那他就給你一個訊息 黑白門上 給你一個黑白門上 你小心 你要搞政治的話 你就不要亂來 我真的DQ你的 反正那些小孩這麼緊張的位置 大門是為你開的 你要喜歡上鷹也可以 上曲也可以 你要捐三萬唱棋也可以 不過 一手硬的 就藏起一支棍 凸了一條棍尾給你看到 其實就是這樣 那客觀效果就是 讓你知道民主派當中 有些人說 這把刀是在這裡的 就是這把刀在這裡 其實 我覺得他在爭取什麼呢 這一把刀可以爭取到 真的部分人轉軚 會爭取到部分人轉軚 就是把整個口號 再調整一下 我再加除少說一點 就是為什麼他會出事呢 就是因為他看到 上一次補選之後 他們有一點點抗憤 主流民主派 因為看到朱凱迪 你姚崇儀不靠我 誇死了 你勾樂軒 你靠我 就贏了 有些人會這樣 有時候勝利中分頭腦 民主黨其實是 最好過這一兩年 自從 2016 換屆選舉 那些大婆的誠意結 怎樣 老公就出去滾很久了 最後把小三握了錢回來 然後大婆就說 我猜到你說這些話 不是啊 要靠我 最終你已經沒有錢了 我現在就幫你儲起家用 你不是要 民主黨的心態就是這樣 他見到姚崇儀敗選 由深笑出來就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他們是深笑出來的 當然 所以你不要說共產黨又欠他 他也都心甘情願出來 大家一人踩一腳 不然怎麼會踩足一個禮拜 踩到現在都還在踩 我是姚崇儀敗 我不玩了 大哥 你離選了 我被你在此笑 你又對我上馬 所以我就說這種 怎麼說 捱了咸苦這麼多年 包括在梁振英年代 包括被本島派圍攻 自決派攻擊等等的情況 你看看 你想說反彈 我簡單 我想也不用想 對嗎 六八九正壞人 這樣就行了 現在七七七是濕途很多 對 當七七七 甚至後面的習近平 通過七七七出手的時候 民主黨就會陷入兩邊不是人 結果他很容易跌進這些公關陷阱裡 還有我覺得不僅是公關陷阱 公關陷阱某個程度上都容易跌處理 但是我覺得現在他們看到他的反應出來 有一個我更深層嚴重的問題 就是膠 所謂的膠的問題是什麼 你說我們沒有這些禮貌 或者是說我們走中間路線 諸如此類 他的思想形態 意識形態 是固守於一種 沒有 我們沒有違反原則 我們所做的事情 全部是有論述的 你們經常用那個詞 論述 我覺得最危險就是這裡 喂 你完全對形勢的判斷 你不只是做你認為對的事情就夠了 不是說我 stick to 我所謂的民主黨的principle 就夠了 你要對形勢分析才行 而且我覺得 因為你不單是一個民主黨的事 你這一個是一個 整個民主運動的一役裡面 是投誠的問題 被人的感覺是投誠的 感覺是這樣 而且我事實上覺得 你所說的論述 即使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溫和民主派 我聽得明白你說什麼都好 我也聽得明白 我聽得明白你說什麼都好 我發覺我也溫和了 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聽得明白 但我都不覺得他們應該這樣做 就算林鄭來也好 應該盡量找到她 我覺得 是因為林鄭要靠民主黨 多個民主黨 是 坦白說你已經被人圍堵了五年了 是吧 你現在再捱下去 你根本沒有輸 是 但是反過來 林鄭要繼續做壞格的事 然後拿高民王再做更壞格的事 林鄭這次贏了 她的高民王的基礎在哪裡呢 就是她搞定那些淺王 是呀 她展示這個 整個舉動 Actions beat louder than worse 三萬元應該是一個善意的顯示 贏到淺王的選民覺得 都可以的 有辦法商量 是呀 這個人願意走去別人的晚宴 不僅是酒會 吃完那一份 通常都是吃到次就走的 但也不要緊 這個舉動可以 所以我覺得正正是 因為777上台之後 大家在民生政策方面有辦法商量 你反而在表面上要更加對抗 你應該要更加對抗 因為事實上是民生 你真的要跟他商量的 還有這是一個博弈 就是表演的時候 你要不斷表演 表演到你對手 已經覺得我沒有籌碼再跟你表演的時候 那你就贏了 如果你兩者就不去了 那你就死定了 還有民主黨捉了腳影 我覺得真的 他按這個月位 就是腎有事 那個月位就是肝有事 按這個月位就是陽位 其實就是這樣 基本上他每按一個月位 他的反應就是一個反應 還有我星期五也說過一次 你每次都在這些大場合出事 去年就登領會的廣告 挺難看的 就是中間人 就是這些 難道真的把文光拿回來的 那些廣告 總有中間人 我告訴你 民主黨這麼多年 從我們在這裏的年代開始 總有一群人 在民主黨身邊賺錢 然後接外面的單 拿來對沖 然後無論是商界也好 來自內地北京也好 你看不清這一群人 你死了 你被人賣了豬仔 你都不知道什麼事 明白 你見到整個匯點陣營 從1997年到現在 他們做過哪一件事 是有利於民主黨 沒有什麼 這不是我們舊事重提 而整件事你回顧 全部都是負資產 全部都是負資產 如果你說 跟爺爺又溝通不了 還有我覺得放棄做中間派這個想法 包括張曉明 都要放棄 不要再溝通湯家驊 為什麼 這個真話 告訴共產黨 香港的中間派 只可以由建制派分裂出來 不可以由民主派分裂出來 就是田北俊 曾俊華之藍感 田北俊 曾鈺成 他們組成的中間派 將會是香港最大的泛黃泛藍系統 立了錢藍和錢黃 但是如果你由黃那邊分裂出來 成為中間派 就變成黃成治 對 是沒有用的 等於政治道德已經輸了 你看到 只要曾鈺成主持會議 顯示出公道一點點 你看看我們 大家都很亢奮 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好人 黃曼尼倒杯酒給你 對 然後就是田北俊 像壞孩子一樣 很棒的 拍手 胡蘇 胡蘇說幾句人話 這樣就馬上變成男神了 不不容易 所以我說中間派 共產黨到今天 仍然硬溝泛民裡面的 所謂淺黃的勢力 意圖 neutralize 他們成為香港的中間勢力代表 而穩定香港局面 一定失敗 二十年來 我和你逐個數 有誰成功過 什麼陳才喜之後開始 由民協開始 民協是馮檢基 馮檢基加入臨立會開始 到會點的陳才喜加入臨立會 到羅長國 然後一直到迪志遠 到黃成治 第二 你數吧 有哪一個分裂出來的 可以在香港動起一枝旗 在選舉裡面 起碼保留到一席 不要說每區一席 是自己的一席都保不了 沒有 沒有,是零 不過他可以戒票 除了益了他代了錢之外 他可以戒票 戒到少少 政治上 很簡單 黃成治本來是萬多的 跌到六千多 你讓我去戒好 又放盤 所以我說 邏輯上 香港的中間勢力 只可以由建制派分裂出來 否則政治邏輯根本是不合理的 民主黨做什麼 你明白嗎 唐伯虎點秋香 人家又不是對著你念詩 你幹嘛給反應 反而他真的是 去籠絡本土派也好 葉普城那些 在左邊打他們 又可以 還可以 又可以 是嗎 即是你講到最激進的 趙宗派又可以 是的 即是港獨 所謂自決 然後又再講 怎樣衝擊 那些 有時候我們也有些界限 反而他還有效 為何我們全部 難聽你講 都做了契弟 反而他還能夠 令到那些分裂 達到應該有效 這個就影響到 爺爺的黨性的問題 因為他覺得建制派分出來做中間派 那些就是家勞 如果他做了中間派 就是叛變 對 所以曾鈺誠之所以 這個描述就是這個原因 不斷被左捕攻擊曾鈺誠 曾德成兄弟 這個就是他們連基本的色見 香港這麼小的東西 都搞得這麼多 就是說他做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做得太過 公正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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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容那些自決派 縱容港獨派 不是的 他那時候也有說 被人錄音 什麼回到來就 回到來就動 回到來就動 其實他也在幫助爺爺 當然 我當然不相信他是好人 就是我的意思 不過他做得 他做得比較 在門面做得好些 因為他現在上面極左 上面極左的話 他就以用分裂泛民的方式 去建立中間派 而不會容許自己建制派 良性分裂出中間派出來 因為這樣就變成自己內部分裂 半途 如果搞定了黃誠志 狄志遠和湯家驊 就叫做拆反 如果你這樣去理解的話 香港的中間派根本是一條死路 即是李華明好 張文光好 楊森好 你老友李永達好 不要再發這個夢 又包他進去 你不要 他在花生台做節目 上述人 我們從來都沒有叫他來做節目 除了何俊仁 何俊仁可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我肯定不知道 星期一我和何俊仁晚上喝完 是嗎?收了三萬嗎? 不是 之前的 我跟他說譚苗宗那番話 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我說如果老共不收回這件事 其實那個就是大家打的 不用見什麼都不用看 不用的了 我覺得應該翻桌 應該翻桌 應該翻桌 當然他就肉談冤一役 由湯家驊把口說出來 其實譚耀宗就是一個談冠 用完就即棄了 現在又說回 民主派應該在譚耀宗之後 就真的要立即開會 然後跟著一起喊結束 應該要反擊的 應該要是這樣的 我覺得沒有了那種 我相信上面 也有人馬上傳說 譚耀宗不代表王門 我覺得是 你看到支聯會的反應 我覺得也很奇怪 就算你說民主黨沒有反應也好 但阿忠衰了 梁耀宗 在網上說會討論這個立場 就被人抹到爆 跟著他想補飛 就在泛國記者會突襲 就喊口號 又再翻桌 這個是契弟 你不想翻了兩次 這個人究竟是蠢 還是真的 你不知道他老闆是誰 岑昏 岑昏又怎樣 你不怕 即是零一 即是馬列主義研究所的博士 你不知道 零一的老闆是于品海 我知道 他的托派的戰友 一聽到他的名字 梁耀宗 包括誰 現在喝大兩杯 不怕說 長毛 長毛 長毛不是托派很久 他分裂了一種盟動 我知道 還有劉山青 這個人 即是說 林耀宗 他以前是托派的 所以他那些事情 現在做反面教材差不多 我不想說他 因為他平時都是謙謙君子 但有時候你的舉動 其實兩者已經能測試到你的 肚子什麼是肚子 你聽你說 結束了黨專政 你喊了二十多年 你現在才肚子 不可以 不是 我說兩個問題 跟國足的民生一樣 是不能脫掉的 沒錯 如果你是智慧 你是智慧問題 我也覺得很嚴重 你經常都是這種事 不會 上次選主席也是這樣 第二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在關鍵時刻才會智慧出問題 如果一個蠢的人 他二十四小時都是這麼蠢的 就像曾鈺成的名言 就是蠢人總會做蠢事 但是為什麼 梁耀宗永遠在關鍵時刻才會做蠢事呢 不是 他算得很清楚 他比我們泛民任何一個大哥 其實的計算還精準 以我對梁耀宗的接觸 是真的 不是留的 你記不記得第一次政改方案曾鈺權 噢 叫梁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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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個人很容易跪下 叫梁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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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說有蹟可塵 很多人對於泛民過去的背景 不太掌握 所以我覺得 華叔當時有一句名言 就是接近權力的亢奮 我抄襲了這句 警惕文章 我抄襲了它來批評人 對 接近權力的亢奮 我覺得無論奶媽的樣貌多不好 她都是一種接近權力的亢奮 即是覺得特首來已經是一個很 什麼事 怎麼說 叫梁耀宗 被黃曼妮虐待了這麼久 白燕突然間老公高中 然後還要回來迎娶她 那一刻大佬釋放了 還有你看看湯家驊 張曉明跟她上櫻花 不是谷花呢 谷花好櫻花好 你看到她在Facebook 面飯紅 那個留言就是你所說的亢奮 又用那些詞語 Romantic 或者Dramatic Dramatic 這些詞語顯示出她那種接近 其實說真的 張曉明是什麼高官 我想在玉譚淵公園 扔花瓶扔死幾百人 如果被她看到常委 她就心臟病化了 我們年輕的時候 想去廣州抗議 是一個花園酒店 是花園酒店 就是張曉明說 你們在搞什麼 他們只是年輕人 那時候是港澳辦的資格 沒錯 就是安排一下車 是啊 那些角色 你有什麼要服務你 那種人 現在都叫做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主任 但是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反對派 你在抗爭派的時候 這些人物都令你亢奮 你錯了 你錯了 一種過題 一早已經不是 對湯家驊來說 甚至你想說的民主黨 他們都覺得這些人是OK的 所以你就出事了 我經常說 有時候是標準的問題 當他圍堵了這麼多年 任何一個人聲稱 自己是習近平的 中央辦公廳的代表下來 你都相信 都中伏的 我經常覺得 他們經常被老點 就是這個原因 找個瘋子告訴你 我是習近平的近身 他也會相信 相信的 我想他們會相信的 我覺得這次找湯家驊 跟他走櫻花園兩個小時 是不是走兩個小時 還是整件事兩個小時 整件事兩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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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 我覺得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他要釋放這支 所謂的爭取中間派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選湯家驊一定會有些原因 什麼呢 就是什麼 那不如找你 你真是喝醉 你真是 無厘的 我覺得湯家驊是代表現在香港的 我們最注重的所謂的法律 這兩個字 他還有嗎 這傢伙還有嗎 我不知道中共怎麼看他 你說梁美芬 他們以前的譚慧珠 這幫全部是親友 唐家驊 都說過大律師公會主席 全部都下來了 所以現在出來的就是習派 我覺得 其實很簡單 我相信不是張曉明特別 捐賣相 捐購 或者喜歡湯家驊 而是收過大 我覺得湯家驊一直都是習近 香港人要去繩一繩 這些大律師 在做生意的有錢人的角度 就是我叫你走你就走 我叫你走就走 我叫你跪就跪 因為你講左講右也可以 法律是一個工具 沒錯 但你留意一下 林鄭上台之後 湯家驊做了行會裡面 然後代政府出來解話 我覺得她始終相對於 相對於譚耀宗 和譚慧珠 是好一點的 事實效果是好一點的 梁愛詩這一群 包括梁美芬這一群 是好一點的 還有你記住 你看到梁美芬這一群 就完全已經閉嘴了 梁美芬根本沒有了道 她什麼時候解釋法律 解釋得清楚 大哥 你拿過來給 有了道就不是人大讀完法律 才回到港大讀 大家不要搞錯程序 現在我知道 是有了道都沒有用 你看湯家驊沒有了道嗎 但是你說她解釋法律 解釋得太糊塗 沒有公信力 所以我就說 這些無論花多少心血去栽培 成為中間派也好 因為她沒有道德基礎 也沒有公信力 所以很快就會完蛋了 喂 休息一下 讓我先倒酒吧 好了 待錢到民主黨 就到此為止 不會再待的 懶得 我覺得你代了給中共 當然了 你叫它用那些 用那些建制派 民主黨 用建制派移去中間路線 這條高橋 如果聽到 這個common sensing 這個高橋 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 派錢 都派得衰格過人的 陳茂波 人民超市荔枝角D2店 由即日至3月31日 上來荔枝角D2店 最新產品 黃金咖哩雞500克 只賣28元 買滿300元 還送你維他命啤酒4罐 和海底撈火鍋100元現金券一張 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 還有其他精選特價產品 包括 行河咖哩屋咖哩白無羊 650克裝 超底價136元 最適合用來熊燒和燜的 日本專手粒 400克 只是28元 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 只賣8元 健康不肥膩的 鴕尿扒250克 只是32元 還有更多特價優惠 快點來人民超市荔枝角D2店 看看吧 天啊 天啊 天啊